谢谢Alice 谢谢Alice 转回广东话 大家好,我是Joey 今晚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十二周行道计划 今天到第七星期 大家都要加油 因为已经过了一半 今天会和大家讲一下 一些转介 我们身边都会认识很多 右边看到那些医生 你都会去健身室 可能有些教练和你去做运动 或者都会在健身室 认识到一些一起做运动的人 一起上堂 或者出去剪头发 你会认识到发型师 做指甲也会认识到美容师 做发型也会认识到美容师 其实我们周边 身边已经有很多很多 朋友 有家人 有同事 有一些我们的客人 或者是我们的邻居 或者是我们帮衬过的人 所以身边都已经有很多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潜在人选 第一是我们潜在人选 第二是你认识了他之后 他有机会 如果他知道 你在做什么生意 你在做什么业务 其实他都有机会 可能会光顺你 或者他的朋友 都有可能需要你的服务 所以拓展人脈 是非常之重要的 有些什么人 其实是会认识很多人 身边我们一定都会有一些人 比如我们的买楼 帮了那些地产经纪 地产经纪一天见很多人 有些人都会有 有些比较有钱的 都会有 或者不同阶层的人都会有 或者是做保险 保险也是 都会认识很多不同的人 或者是健身教练 发型师 这些其实 他们本身的人脈 都已经很广阔 如果你真的有一些朋友 他是做保险的 或者他做地产经纪的 那其实呢 你都可以去请教一下他们 怎样可以去拓展的人脈 或者呢 其实都可以 看看他会不会开放他的人脈 给你的 那所以呢 其实呢 建立的关系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因为呢 其实呢 我们经常都讲啦 就算 你 认识他 但是 都会看一下 究竟你和他的关系是有多好 有多熟 是不是 那如果 那如果 好像呢 我们讲101的时候 都有讲到了 那 有些人说 我去做陌生市场 那其实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其实我们就不是很建议 大家去做这个电话的陌生开发市场 就是好像 我们 通常什么时候啊 就是说我们收到那些 每天我们都要收到那些 那些三字头的电话 是不是呢 那些电话都会 问你 要不要借钱啊 要不要做免费 facial啊 这些 其实你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你 但是他打来 像是招呼那样 呢 其实我们会给什么反应他呢 那我们都是先吸他 都是说不用 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和你沒有關係 沒有建立到的關係 如果打你那個是你的一個好朋友 他跟你說有免費眼鏡做 你會覺得因為我認識他的 或者我以前光顧過他的 在你認識的情況下 你會覺得沒有那麼有戒心 你也會相信聽他講 或者願意去幫他 所以其實建立關係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像這個案子一樣 如果你認識一些朋友 例如Franc Franc可能是做地產的 知道他做地產是認識很多人的 可能這裡會有一個情況 就說Franc 我知道你認識很多人 不知道你有沒有機會介紹一些朋友給我認識 他也有可能會對我的服務有興趣 或者我們一起可以合作 所以其實不一定是說我自己身邊 我認識很多人 或者你認識很多人 他認識很多人 其實都可能做到你的 幫到你做到一些referral 所以其實都是可以去考慮一下這件事 就不需要覺得 我經常去銷售別人 或者我去黑銷售別人 其實不需要這樣 就算我們是否做網絡中心 或者我們做美安事業 其實都是一樣 我們都是要去開發名單 是吧 那我們的第一個司 那我們要候選人 那候選人 我們都要去開發名單 那我們怎樣去想呢 我們都要有個 好像記不記得有個狗公格的位置 是的 那我們在中間 周圍我們身邊的 都是我們家人 朋友 輪隊 同事 各樣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都可以 在這些方面 去著手 那當我們知道了 可以見面的時候 那我們有時候會透過不同的方法 當我們界定了某一些候選人 即有名單之後 那其實我們都會想一下 怎樣去聯絡他 是不是 怎樣去approach他 那所以其實有時候 這裡就會說可以透過電話 那當然電話其實都是好的 但是你知道現在我們 尤其是香港人 其實都比較忙碌 那又不一定 可能經常開會 或者不方便 去pick up一個電話 那所以呢 有時候我們都會 都會留一個短訊 所以其實什麼方法都可以 就算Facebook PM都OK 有些朋友很久沒見 是不是 那可能這個approach 會比較好一點 那其實呢 總之用一個 你覺得舒服的 你覺得是 跟他 跟朋友去 跟這個朋友去接觸 是OK 舒服的 那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還有呢 其實呢 我們就算做 武力中心 我們很多時候 都會跟別人去聊天 去建立個關係 那其實呢 聊天簡單一點 就OK的 就不需要太過很技術型 去跟他講一些很technical的事情 因為呢 其實 老實講 你說得這麼技術性 聽那個呢 又不一定明白你說什麼 是不是 還有 我們不一定 個個都是IT人 其實技術性的這個方向 我們就不是很建議的 是的 還有呢 大家要知道 我們做網絡中心呢 就是一個轉介的形式的生意 來的 其實就算我 跟你去講 網站 幫你去做個網站 寫個網站出來的那個人呢 其實不是我來的 是吧 那我們都是找回我們美國 很專業的團隊 去幫這個客人去做 所以我們的角色呢 其實就是一個轉介的一個角色 所以 我答不到他一些技術性問題 其實是很正常的 是吧 因為我們有更加專業的人員呢 可以去解答他們一些技術性的問題 所以其實就不需要太過覺得 我們一定要學很多很技術性的東西 去跟老闆談的時候 一定要拋好很多書包 告訴他我們很technical 其實呢 又不需要這樣的 反而呢 可以簡單一些 就說 跟他說 其實呢 我們是提供一些 給中小企有更加實際 還有更加好的網路行銷方案 那 所以呢 都可以這樣去講 或者在這個 這個 最後那裡 那個 那個 句子呢 他有教我們呢 就是 相比起我們說 我們跟中小企的合作 其實都可以這樣去講 我都覺得這個方法都不錯 我們呢 是跟各種的中小企合作 目前呢 我們呢正在去跟一些裝修公司 以及警固設計師去合作 不知道你呢 有沒有認識這些人呢 其實你的朋友都需要呢 去有更好的網路策略呢 這樣 那 其實這樣呢 就比較 令到他更加 優化了 這件事 就是有告訴他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 我們跟一個裝修公司合作 我們又在做這些 其實做這些是為了什麼呢 都是為了去幫人 可以呢 有更加好的網路策略 那老實說 如果是一個 做生意的老闆 就是他聽到會 你會說說 其實 幫他可以增加到他的網上的曝光 也都有一些 增加了他的生意來源 對不對 那其實是不會很拒絕的 覺得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有很多時候呢 當我們呢 跟別人說這些referral 這些接觸的時候呢 最重要呢 就是 講清楚呢 那個原因是什麼 對了 譬如說 解釋一下 就是 你好啊 他這裡有個 有個scenario 就是 你好啊 阿Frank 有跟我提過 給了你一個聯絡我的 那我就 不太確定 不過上次 跟阿Frank 聊過的時候呢 我可能呢 可以幫到你 在事業上 給了一些advice 給了一些協助你 這樣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開場 那這個呢 其中一個的 其中一個參考給大家 那當然啦 我們大家都可以寫好自己的一個 自己的一個劇本先啦 是的 那如果 如果真的有朋友轉介給你的時候 或者 他有朋友跟你說過 喂 我這個朋友可能有需要 把東西放上網的 或者呢 他生意都一般 或者他不太懂 他都想的 放一些東西上網 但是他又不太懂 那呢 你就最好 想定自己一個的方案 給自己呢 去講 那你又沒有那麼害怕 是不是 那 也都要有一點點準備 那其實 都是最好 做人都是有兩手準備 比較好些 是不是 所以呢 你都可以想定你自己的scenario 如果有一個referral 給我 有朋友跟我說 啊 我朋友需要 做些facebook廣告喔 或者做些google的廣告 想增加google的曝光率 但是他不會做喔 咦 那我可以怎樣去幫他呢 或者 我真的要跟這個 介紹了的這個朋友去 第一次去溝通了 但是我們應該怎樣去跟他講呢 怎麼開場白呢 其實呢 都可以自己 試一試喔 那張指引筆 或者寫在你手機都ok的 真的寫下 如果 我有一個referral 給了我 第一次接觸 那我應該怎樣介紹我自己好呢 我應該去跟他講些什麼好呢 對了 那所以呢 其實呢 我覺得最重要是說得出 你是在做些什麼的 如果你說不到給別人聽 你在做些什麼呢 其實呢 就算有個中介人 有個中間有個朋友也好 其實他都 第一他不知道你做什麼 是不是 那第二呢 其實他又不知道 你可以怎樣去幫他 那 他又不懂你 那變成他其實 是不會想再跟你聊 是不是 明白嗎 那所以呢 我覺得最重要 都是你要告訴他 讓他知道 其實呢 我是做什麼的 我怎樣可以幫到你 那可以參考一下 這裡的例子 譬如我是幫一些企業 很有效地去利用網絡 去增加他的營收的 或者呢 還有就是我可以幫企業 有效地去做這個網絡的行銷 可以降低他的廣告費 折省支出 是不是 那如果其實老闆聽到這些說話呢 其實都會叮一聲的 都會覺得 嘩正喔 啊 怎樣可以去做網絡的行銷呢 怎樣可以在網上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第一步應該怎麼做的 那或者怎樣去增加到曝光呢 啊 還要說可以折省開支 那究竟怎樣可以折省開支呢 那如果是做生意的人 一聽到呢 其實他會追問你的 那但是所以呢 你這個開場白就要做得很好 就要告訴他 其實我可以怎樣去幫你 吸引了他 是不是 吸引了他一兩句說話 就已經表明了你心跡 你做什麼的 第二就是你怎樣可以幫到他 那他才會覺得 有興趣 他再繼續問你 喔是呀 咦那你可以怎樣幫我啊 你怎樣可以幫我 在網上可以幫到我 放些東西上網 或者增加到我曝光率 或者吸引多些客人 這樣 那他才會繼續去 取得你來問 是啊 那好了 繼續了 就用回這個例子 那呢 都是這樣去說 LISA我們公司呢 是協助企業有效地利用網絡 去增加營業額 阿Frame也跟我提過 你有類似的計劃 那你有什麼想法呢 這樣 其實這裏呢 他就想帶出一件事 有時候問人家 其實呢 最好就是一個 開放式的問題 就是open end question 大家知不知道 什麼是開放式問題呢 其實呢 開放式問題 就類似他這個 就是 你有什麼想法啊 這樣 或者是 你有什麼idea 你覺得怎樣啊 或者 不如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呢 你覺得這樣 這樣 那 通常他的答案呢 他都會回答你一堆東西 那就不會回答你yes or no 是吧 那如果是回答yes or no 那那些呢 就是叫做 不是開放式的問題 就是你今天吃了飯沒有 那你是不是想提高營業額啊 那你是不是想提高營業額啊 那便答完了 那但是我們不是想這樣 是不是 因為我們很想知道 其實 老闆在想什麼 那他覺得 你也想他有多些分享給你 是吧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 是啊 我都想是 網上呢 有多些人認識我的 我的產品啊 多些人呢 知道我是在做這個生意啊 或者其實 我其實就 我都想的 不過我又不懂怎麼做啊 這樣 那你問那些 開放式的問題呢 他才有機會呢 講多些東西 是吧 那所以呢 記住啊 其實這個呢 都是很好用的一個 一個社交的一個技術來的 是啊 那有時候呢 你會問 啊 我不知道怎麼問人啊 我連個問題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問啊 那怎樣呢 又不用擔心啊 因為呢 我們呢 網路中心呢 其實有一些15分鐘的諮詢表啦 是啊 大家記不記得呢 我們有三份諮詢表的 第一份諮詢表呢 就是可以幫我們去問一些有關 如果那個客人是想做網站的問題 有一份是網站的 另外一份呢 就是做DNP的 一個數碼行銷產品 第三份呢 就是如果一個老闆呢 想去嘗試減低他的企業開支呢 那就可以做第三份諮詢表 所以呢 其實呢 我們都已經幫大家準備好所有 遲誤載的問題 那些問題呢 那些問題呢 都比較清晰和直接的 就不會說很繞圈啊 還有 有時候我都建議大家呢 可以去print了那份問卷出來 或者呢 真的去看了那份問卷的問題 你可以呢 你不需要記下所有的問題 不需要的 但是呢 你可以呢 highlight一些 你覺得 比較重要的 如果你真的去見一個客人 或者你真的跟別人聊天的時候 其實呢 你可以呢 待定幾條問題 在那個袋裡 跟著呢 跟他聊天的時候呢 就時間適合了 你就看看有哪條問題適合的 拿出來問一下他 那其實呢 這些問題呢 都是一個比較好的 打開話題的一個 一個機會來的 我覺得 是啊 那 因為既然講開這件事 那你待到一兩條問題 你問一下他 又看看他有沒有反應 如果他都有反應啊 繼續回答你的 那你再拿多條問題出來 再問一下他 其實呢 都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呢 這些的問題呢 都會知道呢 其實 啊 其實對方是在想什麼的呢 對方是對什麼會有興趣呢 那你就可以針對那一個問題去做 去解決它 譬如可能他的問題不是網站的 可能他是廣告的方面 那或者你就去針對廣告方面去理解一下他 是的 那或者可能他的問題 其實他是 跟你講的時候呢 可能他會講了一些他的痛點出來的 啊 沒有做網站 為什麼不做網站啊 哎 不要再提了 那一次呢 找了一間公司做網站呢 搞到我很生氣啊 啊 那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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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其實你都可以從而 這些問題呢 就是了解一下他 其實他之前發生過什麼事呢 啊 或者是其實他的關心是什麼呢 那慢慢呢 那慢慢呢 去針對對證下約呢 去幫他 那所以呢 其實問問題的技巧呢 是很重要的 那好了 說到一些 如果是做referral 的時候 那其實如果呢 你身邊的朋友呢 幫了你 那 那 或者他幫了你做referral 或者好像剛才有一個case 那樣 就說啊 身邊那個做地產的朋友 那我知道他認識很多人的 那我都會想叫他 喂 不如你介紹一下 給我啊 那這樣 那其實呢 老實講啊 那 就是如果你有少少獎勵給別人 就是有一些bonus 的話 如果是你介紹給我 我幫你拆開 或者給你少少的獎勵 那這樣 其實呢 都是很好的 就是多少呢 其實都是你自己去 去衡量的 那但是呢 我覺得如果有一些這樣的獎勵計劃呢 其實呢 都好的 因為都可以鼓勵到你身邊的朋友呢 去 更加去大力去幫你啦 那但是其實 啊 這些這樣的獎勵 我們又可以怎樣做呢 那公司都會有少少建議啦 那如果你可以和你的朋友去說 如果轉介成功的話呢 你轉介了個客人 或者轉介了個朋友給我 而我又可以和他完成到的銷售 他又真的幫襯了我啊 那呢 那或者我可以呢 送回 三千二元的Shopacom e-gift Coupon給你啦 這樣 這是一些的建議啦 是的 都會說回我們 或者是用回我們夥伴商店的一些Coupon 是的 其實我們夥伴商店都有很多的 很多不同的Coupon 那這些其實都可以做回一個Coupon 給他啦 或者呢 是用一個你自己選擇的一個獎勵計劃 甚至乎呢 是說 啊 我可以 分享回多少%的 當是一個Thank you 的Commission給你啊 這樣 都ok的 但最重要呢 就是大家事前說清楚啦 是的 那因為始終都是一個 大家都是朋友來的嘛 是不是呢 如果沒有說清楚 但是 到了成交真的完了 的時候 可能他才去問回你 啊 或者他覺得你沒有給獎勵 而不開心 那沒有了朋友 那就不好啦 是不是呢 那我們都是做生意呢 都是長遠的嘛 對關係 是不是 是的 所以 都是說回那樣東西啦 就是 建立關係的重要性啦 那麼 經驗顯示呢 其實人呢 是面對建立關係呢 就是面對面的時候 就是有對話的時候 去建立關係呢 是最好的 那這個呢 其實大家我相信 都很認同的 因為呢 始終我們都是人來的嘛 是不是 人和人呢 都是有一個 有一個 見著面 去聊天 我真的知道你的 表情啦 是不是 知道你 其實看到你開心 還是不開心啦 是不是 還有其實我們 經常跟人家說 對話行銷 對話行銷 除了是跟人家聊天 去打開話題 或者從而去做生意之外 其實我們都是從關心人開始 就算我們是做網路中心也好 或者我們是做營養補充的產品也好 TLS也好 其實我們都是從關心去開始 就是 譬如我 想去 譬如健康營養 這樣 那我真的關心 啊 最近我見到你 面飾不是很好啊 是不是最近 不是很舒服啊 還是怎樣 不是不開心呢 這樣 那你都真的要見到他 你才知道的 是不是 那起碼是一個關心 你 別人都見到你 都真是 真心這樣去問我 這樣去一個關心 想你好的情況下 去問候你 是不是 那好像網路中心 其實都是一樣 那可能我們會說的呢 就是會說 啊 見到朋友 那他就說 啊 你最近生意怎樣啊 生意好不好啊 最近市場好像都一般 這樣 那其實 你問他 那這個都是一個 第一是一個開放的問題 是不是 那 還有呢 其實都是一個關心他的方向 那如果他跟你說 最近生意 一般 那樣 那你都可以說 啊 其實看看我有些什麼 可不可以幫到你啊 或者 有沒有試一下 放些東西上網去買啊 現在很多人都網購啊 那其實呢 那這樣的一個語氣 或者是一個對話 其實都會被別人感受到 其實我 我真的想關心你 我想幫你 去解決你的問題 那多個是想去銷售你 是不是 這樣呢 都會舒服一點 還有別人呢 其實都會比較 接受一點的 那大家都可以去試一試啊 因為呢 其實老實講 做 有引戰的生意 是會好做很多的 始終是一個中介的人 中間的人 是認識 兩邊都認識啦 是的 或者是 一個試過你的服務啦 或者有些是 就是那個 最後那個人 不認識你 但是中間介紹的人 可能跟你已經是 認識了很多年了 是的 死黨來的 那其實你講 他講一句呢 好過你講一百句 那所以希望 如果真的有一個 referral 有一個引戰 有一個轉介給你的時候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 捉緊一個機會啦 好啦 那所以呢 其實呢 透過人際的關係呢 其實呢 是可以得到 很多的轉介的 那呢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啦 或者是 有些朋友 可能他是在中小企裡面 做著事的 在那裡任職的 那其實你都可以 嘗試寫下它啦 好像我們列名單那樣 或者你有些現有的顧客啦 因為其實顧客呢 都會是你一個 很有力的referral來的 因為這個顧客 真的用過你的服務 他覺得你好 那其實他都不介意 去跟他的朋友去分享 說 哎呀 我用過啊 哪個的服務呢 很好的 那你看看 我的Grebsite 其實都是他幫我做的 那樣 其實他講一句呢 就好過你銷售一百句 這個是真的 那所以呢 都要對你的客人呢 好一點的 知不知道 那呢 那呢 就算是沒有交易 但是有referral的朋友啦 是的 那都可以的 或者其他的主修啦 都可以的 因為始終是你認識他嘛 是的 但是最重要呢 我覺得 都是要給別人知道 其實你在做什麼 就算呢 你認識這麼多身邊 我又認識很多醫生啊 或者我認識很多人做地產啊 或者是做保險啊 他們認識很多人啊 但是你沒有開口去告訴別人 哎 我現在呢 是在做網絡行銷的生意啊 或者是在做美安的生意 都是一樣的 你都要告訴別人 喂 我現在呢 在做一個購物專家啊 或者 你都要讓別人知道 你現在在做什麼 那他才有機會幫你去做到宣傳的 那如果你第一步沒有做呢 其實就很難有轉介的 知道嗎 所以呢 是的 右上角那裏 就說回我們那個轉介活動啦 其實你都可以想一些日期 或者想一個時間 譬如你 未來的兩個月 或者未來的一個月 你可以做一些的 你自己做的 但是那個 可能給你身邊的朋友啦 如果他們呢 成功可以為你轉介到一些生意的 或者給你一些referral 那你也可以 也都可以登丟的 可以真的 closing得到 做到的生意 那你可以給他一些獎賞 那其實呢 都是很開心的 那所以呢 下面那裏也是啦 其實呢 就會寫一些 比較再進一步 細節的資料 公司名啦 聯絡人啦 或者他的電話啦 是的 那你又可以寫下之後 再想一下 下一步是怎樣行動 因為對於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的背景不同 你跟他的關係也都不同 那你跟他的 approach 怎樣去開展 去說這一點 都有點不同的 那都會建議大家 可以花一點時間去想一下 對於A君 我下一個行動 我應該怎樣呢 我應該約他出來 跟著說些什麼呢 那其實大家都可以想到 有些部署 那你做的時候 一定會試半功倍的 好啦 那跟著來到 我們每周的練習了 那大家呢 記住 都要 每個禮拜都要做的 這個 是啊 那每個禮拜 我們學多了東西啦 學多了 學多了 跟著呢 又再為我們的名單 可能又會再加添到一些新的名單 那跟著呢 就會再跟進回我們之前的 上個禮拜做了的名單 那所以呢 這個表呢 其實呢 我們每個禮拜呢 都可以填得到的應該 謝謝 跟著呢 我就會為大家 咦 為什麼沒有了我那份呢 我就會為大家呢 去分享一下我的個案 不過呢 我就可能沒有在這份 slide 上 但是呢 不要緊要 我呢 就有一個客人 其實呢 我呢 就有一個客人 那呢 其實他是 剛剛呢 因為我準備了那個 slide 其實 不過呢 但是呢 剛剛我沒有在這份 不要緊要 我想跟大家說回 就是 我這一個 這一個呢 都是一個轉介得回來的一個個案來的 那他呢 其實就是我一個的 是一個家人的一個朋友 是啦 其實呢 他設計前後呢 就沒有的 因為呢 他是一個 新的業務 所以呢 他就沒有 之前就沒有做網站的 那 那個朋友呢 其實他做什麼呢 他之前呢 就在Facebook啊 就開一個小的店 就是賣一下衣服啊 賣一下飾物啊 一些背囊啊 衣物啊 手飾啊 那些這樣 其實都很typical 好像在香港一些很多的 Ig Shop 或者Facebook店 都是這樣的 那 他也是這樣 然後我跟他聊完之後 就覺得 嘩 其實 你如果生意越做越好的時候呢 那你用Whatsapp去收單 或者用Facebook收單 都蠻複雜的啊 他說 是啊 其實都有試過漏了一些單 都蠻麻煩 就不是這麼開心的 客人 所以呢 之後我都建議他 說其實可以做一個網站 是的 那所以呢 其實都是因為我家人 跟他聊過這件事 就說 喂 我姐姐可能可以幫到你啊 所以呢 我就跟了他這個 其實是我弟弟的朋友來的 那我弟弟的朋友就去聊這件事 其實我也不認識他的 是的 那跟他聊這件事 那跟著呢 跟他聊的時候 他就發覺 原來可以這樣 是的 那都蠻好啊 那不如我也試試開一個網店 開一個網站 那就是他的網店 那當時呢 其實我跟他做了一些研究 就是 我會去看一下 其實他 心目中想要的網店的形象 是一個怎樣的形象 他想是一個怎樣的 Style 或者他有什麼功能 他有需要 那其實呢 因為他他初初做 他都沒有什麼Idea 那所以呢 其實當時呢 我就找了幾個 跟他相類似 賣相類似的東西的一些網站 給他看 給他參考 是的 那我也當然知道 是網絡中心可以做得到的功能 那我就 給他看 就說 大概有這些這些給你參考 看看你喜歡哪些Style 那然後呢 他就選擇得到 因為給了一些指引 他就選擇到 好啊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如果有這個功能 也好啊 那我就會收集這些 這些的意見 那之後呢 就去跟他 再繼續去談 譬如他預算上面是怎樣 或者他有多危險 他需要一個店 那之後呢 那之後我就會跟他 去安排一個銷售會談 那就由銷售專員 去解釋他去聽 後台的操作 因為其實我朋友都很擔心 因為他那些貨物呢 其實都會 其實都會 就是 那個 turnover 都快的 即是他可能 賣了他就沒有了 要轉款了 轉了款呢 他又怕自己 不會放一些照片 上去那個 網站的後台 所以呢 專員就很好 可以解釋得到 給他聽 其實不用怕的 後台呢 其實就可以 很容易就可以 將你新的照片 擺到上去的前台那裏 可以扣 只剩下99件 那還有說 譬如是 只剩下10件的時候 那個系統又會提醒他 你要補貨了 那所以呢 其實這些呢 在專員呢 去做銷售會談的時候呢 都一一說得很清楚 那所以呢 令到他呢 更加有信心 那所以呢 其實都很快就閉上了 其實我見他第二次 做完銷售會談 就已經閉上了 那所以其實這個網站呢 叫做SimpleLifeHouse 是的 www.simplelifehouse.com.h 那其實呢 他都是我們的訪問商店 那都 那個設計呢 其實是我們網路中心的設計中心做的 那所以呢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那個 他的設計啊 不過他其實都比較簡單一些的 一些網站 一些網店 又可以online做這個 這個 副本功能啊 那這樣 那所以就 都 都是幾簡單 但是幾舒服的 是的 因為給人 最簡單都是好的 因為給人家的 用戶呢 比較容易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其實呢 這個例子 不過不好意思呢 就沒有分享到 他的樣子給大家看 但是呢 大家去回我剛才說的網站 或者去回我去shock.com 都可以找得到 是的 那 所有我們的課程的錄音檔呢 其實呢 都可以在YouTube那裏看得到的 今天呢 就是我們第七個星期了 那其實第一至第六個星期呢 大家都已經可以在YouTube那裏重溫了 那所以呢 如果是 當然啦 聽一次呢 就不會馬上記得所有東西的 那所以 就算我們也是的 我們都是不斷重複去聽 那所以呢 其實都沒有問題的 那 就算你這一刻 還未能賣得出一個網站 不要緊要 那你可以去重溫回 我們之前那幾個星期 不同的主題 都可以幫到你看一下 你現在在哪一個問題 然後呢 就可以對證一下藥去 去知道怎樣可以去解決 是的 還有也可以在我們Facebook 香港網路中心社團那裏 去發問問題的 那看一下今晚會不會有些問題 先問